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先祝大家龍馬精神 心想事成 財運亨通 龍年要行好運 不少得行過大運 今集你才要貼地 繼續有李承澤師傅 和大家講一下 龍年怎樣行大運 還告訴你什麼名字在龍年特別旺 彭大運就是年三十萬到年初一 只是拿一個好笑頭 不過我覺得長期看下 大家全年都有一些能夠自救的風水方法 原來財星今年就在北位 北屬水 如果要得財 今年應該能夠多去海邊 碼頭或者見水的地方 應該會更旺你的正財 如果水位剛剛在北面就最好 而偏財位就是東面 所以東面有水主偏財 如果能夠多約朋友消遣 或者不論釣魚水上活動 都多去北和東有水的地方 今年的財運自然會更加好 談情說愛方面 行大運 最好去西南邊 因為西南是九指星道 是桃花星來的 今年不妨在這個位置 多些約會 反而我們要避開病位 東南邊 破財位 南邊 五黃意外的位 西邊 這些位置 反而少去 就會更加好一點 看日落很浪漫 原來日落就是西邊 今年看日落 似乎吵架 就容易多過密魂 工作讀書方面 不順利 應該就文昌位 文昌位是西北 所以今年不妨大家可以行山 往西北的地方 多近一些樹木 因為見文昌塔 不是到處都見到 但是爬上山 行山 通常是代表高位 所以登高 或者行山 不妨找西北地區上山 有利於文昌 見多些綠色植物 更加有助於思考 吸多些清神空氣 行的位置 我們可以是全年都適合的 行大運 凡親今年有水字步 其實是代表正財星王 八百有助力 財運亨通 有穆字邊 今年是旺編財 在編財橫財抽獎運 有穆字邊的姓名字 似乎是佔優勢 而育字邊 田字邊 好像姓元 姓鵬 大肚王 其實都是代表桃花王 今年應該桃花運 是較為上升 而有山字步石字邊 好像姓神 姓岳 姓岳 姓石 其實是逆馬多 即是出門出外多 凡親有刀字步 姓利的利字 姓泥 姓流 其實有金有刀 有刀的字 今年是旺文昌 比較好的 但是如果有金字步 好像姓前 姓金 姓中 要慎防一些血缸之災 或者意外損傷 因為流性兩樣都有 所以其實既有文昌得獎 和文書運 但是也有容易受傷損傷的危險 有火字邊的破財的機會大 要謹慎小心 草花頭 例如姓蕭 姓酥 姓葉 今年要注意健康疾病的問題 公足經濟日報財經台的觀眾 今年拍拖的 每個都農情物意 做生意的 每個都要生意興隆 投資的要豬籠入水 最重要 行運一條龍 恭喜恭喜